除了上庭或让法官裁决你的案子之外 你还可以选择庭外调解 它可以帮助房东与租户避免逐出案的坏处 逐出案也被称为非法滞留案 对于存在纠纷的房东与租户来说 调解常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跟法院逐出程序相比 调解可能会帮你更快更便宜地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调解时 双方与一位经过专门训练帮助别人解决纠纷的中立人见面 所有人一起合作来达成协议 而不是让法官或陪审团来做出判决 调解人不会强迫你们达成协议 你是否决定解决纠纷 以及如何解决纠纷都取决于你 如果你们无法解决 你们还是可以让法官或陪审团来判决你的案子 试试调解没有什么损失 却可以有很多收获 无论你是房东还是租户 有很多原因说明调解纠纷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相比于法庭听审来说 很多人对调解的过程和结果更为满意 没有律师的话 逐出案很难正确地处理 你需要了解法律并且遵守举证规定 调解时 你并不受举证规定和其他严格的法律要求的限制 调解允许你讨论一些与法律无直接关联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对你 以及你对纠纷的感受来说很重要 双方必须对调解结果持一致意见 这样所有当事人都接受调解结果 比起法官的判决 当事人更可能遵守这些协议 如果房东与租户通过书面和解协议 调解解决了逐出案 那么逐出案通常不会记录在租户的信用报告上 即使租户同意搬离或付房东钱也一样 但是协议也可能清楚地声明 这起逐出案会记录在租户的信用报告上 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解决逐出纠纷 要看你认为什么东西最重要 比如说你可能会同意 租户可以继续在租房内居住 租户会在约定的日期搬出租房 并保持房屋状况完好 租户将向房东补付房租 房东将修缮租房 如果租户遵守协议 就不会收到对他不利的判决书 逐出案将不会记录在租户的信用报告上 如果解决纠纷有困难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进行调解 如果你向对方写信商讨关于租房的问题 或发送逐出通知 或回复逐出通知 考虑一下要求对方参与纠纷调解 有些调解人会帮你打电话联系对方 向对方解释调解 鼓励他们进行纠纷调解 在逐出案件提出前后 你都可以要求对方调解纠纷 调解准备跟听审准备差不多 重要的是要认定和组织与纠纷相关的事实 并了解适用于你的案件的法律 你一定要了解能证实对方观点的事实 而不仅仅只是证实你观点的事实 如果你准备在审理前进行调解 或只调解而不进行审理 你还应该做一些其他的事项来准备 现实地想想 如果不得不上庭的话 法官会如何裁决你的案件 如果可能的话 咨询一下律师 他可能会对法官会如何裁决给你建议 考虑你或对方是否很生气 是否觉得受到了伤害 以及其中的原因 想想你和对方真正想要达成什么 想想除了继续居住或搬出租房之外 是否还有什么事情可能使你或对方满意 列出双方可能都会同意的可选方案清单 以避免审判、延期、败诉的可能 或即使胜诉也收不到欠款的可能性 调解期间 一定要清楚地陈述自己的观点 并仔细聆听对方观点 你可以建议一些解决纠纷的方法 但也要听听别人的想法 记住调解主要是合作与让步 每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尽管你可能会觉得你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但你不妨去了解一下能帮你更好的理解问题 解决争端的事情 如果你在调解时解决纠纷 调解人可能会鼓励或帮助你们准备一份书面协议 这份文件应该清楚地解释每人同意做的事项 如果房东还没有提起逐出诉讼 那么法院档案里就不会有这起诉讼案 也不会有法庭判令 除非一方并未执行协议 但是如果一方并未执行协议 可能就会立案 并且协议可能会有法院强制执行 如果房东已经向法院提起了逐出案 你们的协议可能会被记录在一张叫做契约的法院表格上 协议或契约可能会在法庭备案 可立刻成为可强制实施的法庭判令 或者你可以决定只有当某方违反了协议时 该契约才在法庭备案并成为法庭判令 很多县都有非盈利性的纠纷解决计划 在提起逐出案前后提供免费或低价的调解服务 要找到离你较近的计划 你可以向法庭索要你居住区域的调解计划清单 有些法庭也在审理前或审理的当日 提供免费或低价的调解服务 很多社区都提供私人调解人 他们经常在黄页、报纸、网络上做广告 私人调解人的背景和收费相差很多 所以一定要多问问 多说明好 各位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